第106章门都没有 聂离之前进入过天幻圣境 莫非就是那个时候 聂离把夜延始祖也给带出了天幻圣境 夜延始祖是灵魂体状态 只有在天幻圣境之中才不会湮灭 但是 聂离居然制作了灵规 把夜延始祖的灵魂封印进了灵规里面 这简直是欺失灭祖的大罪 但是 令人疑惑的是 夜延始祖居然说自己是自愿被封印进灵规里面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夜延始祖被封印进了灵规里面 但他在夜宗 夜修二人的心中 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晚辈夜宗 见过始祖大人夜宗微微恭身 晚辈夜修 见过始祖大人旁边的夜修也是极有礼貌 如果不是夜延始祖教导后辈 光辉之城恐怕早已经没落了 夜延始祖既是他们的始祖 也是他们的师父 他们怎敢不敬 始祖大人 如果聂离这小子有强迫您老人家 我们立即杀了这个小子 帮您从灵规中解救出来夜宗冷冷的怒视聂离 身上偷着一股可怕的威压 不过此时 聂离的修为相比之前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拥有了天允神雷剑 已经不像之前那般 轻易受夜宗威压的影响了 只是感觉到了一丝淡淡的压力而已 夜延始祖平静地说道 我是自愿被封印进灵规的 若是你们竟我是你们的始祖 今后也要像对待我一般对待聂离 夜延始祖并不知道聂离和夜宗等人的关系 聂离那渊波浩瀚的见识 以及神秘莫测的强大灵魂 已经彻底将夜延始祖折服了 在夜延始祖的心目中 聂离并不是一个小孩子 而是一个神秘的绝世强者 所以此时此刻 夜延始祖自然是要帮聂离说话 像对待夜延始祖一样 对待聂离 夜宗听了之后 顿时整个人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浑身不舒服 要知道眼前这个浑小子 就是调戏他女儿的人 而且还放眼要跟云儿住一起 他没把聂离撕了 就已经对聂离够客气了 还要让他把聂离奉为上兵 门都没有 可是聂离背后站住的 可是夜延始祖 说起渊源来 他们风雪世家 都是夜延始祖的子孙 虽然中间家族臣服 但是血统是无法改变的 不管怎么样 夜延始祖都是他们的老祖宗 若是他不遵从夜延始祖 那简直就是七师灭祖 看着聂离那吊儿郎当的样子 夜宗费都快气炸了 但就是无法发泄出来 原本夜宗是来跟聂离兴师问罪的 可是夜延始祖一出现 他还怎么向聂离问罪 始祖大人 我有事暂时先离开了 夜宗瞟了一眼聂离 冷哼了一声 拂袖转身离开 既然没办法兴师问罪 那还继续待在这里干嘛 等着被聂离嘲弄吗 就在夜宗转身的时候 聂离笑咪咪地说道 岳父大人这么快就走了 请慢走 小心一点别摔到了 夜宗正要踏出门槛 突然听到了聂离的这番话 脚下一空 差点被门槛给绊倒 站住脚步之后 夜宗胸口起伏 简直快要歇斯底里了 早知道上次就应该把聂离这混账 拍死在墙上了 可是 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 夜宗长出了两口气 愤然离去 看了看聂离 又看了看夜宗的背影 夜宿苦笑不迭 以夜宗的涵养 断然是不会为小事而生气的 确实是聂离这小子太欺人了 不过夜宗似乎也拿聂离没有办法 夜宗的脾气性格 不管是在城主府 还是在这光辉之城里 都是说一就是一的人 从来没有人胆敢顶撞于他 除了夜末大人 谁也想不住 但是偏偏突然蹦出个聂离来 把夜宗压得死死的 果然这世间还真是一物降一物 就连夜宗也不禁暗自好笑 同时他心里还存了那么一点心思 聂离虽然有点早熟 但不管是心性还是天赋 整个光辉之城无出其右 再加上有夜炎始祖作媒 跟紫云那丫头还是蛮般配的 不过嫁女儿这件事情 对于任何一个父亲来说 都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 夜宗会有那样的反应也很正常 更何况聂离从一开始 就给了夜宗不好的印象 事实上聂离也只是调侃一下夜宗而已 即便他决定要让夜子云成为自己的妻子 也是决定了要陪伴夜子云一起慢慢长大 而夜宗 前世聂离只要远远地看到夜宗 就被吓得两腿发颤了 而这一世 聂离的心中少了几分敬畏 其次是 虽说前世夜宗为光辉之城 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直至战死 但对于夜子云而已 夜宗却并不是一个好父亲 调侃一下夜宗也不失为一件去世 聂离啊 夜宗正准备说话 只见聂离把脸色一板 道 我就只有这个条件 如果不能答应 那就算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夜宗前辈还想继续劝说我 那就跟夜炎始祖说吧 夜炎始祖 关于万魔妖灵阵 夜宗尴尬地看住灵规 想要让夜炎始祖帮忙劝说一下聂离 只听夜炎始祖头一篇 道 我又不会布置万魔妖灵阵 你来找我有什么用 夜宗顿时将在当场 苦笑不迭 赶紧转头朝夜宗追了上去 不管怎么样 他也要说服夜宗 毕竟万魔妖灵阵对于整个光辉之城来说 意义太过重大了 夜宗恼火至极 身上强大的灵魂气息横扫而出 道路两旁栽种的树木 都被这恐怖的灵魂气息压迫的枯萎 夜宗还从没见过夜宗这般愤怒的样子 他赶紧跟了上去 夜宗大人 别来烦我 夜宗愤怒的咆哮 我今天就要杀了这小子 把他碎尸万段 谁都别拦我 夜宗心中不禁嘟囔了一句 你如果真要杀了聂离 恐怕早就杀了 还会等到现在 别人把夜宴始祖的灵魂都请出来了 你还能把他怎么样 夜宗瞪着夜宗 大声地咆哮 夜宗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杀那小子 他以为他把夜宴始祖搬出来 我就会怕他了吗 夜宗面色一正 赶紧说道 夜宗大人请息怒 以夜宗大人的实力 杀聂离自然是一如反掌 只是宁大人有大量 不与他计较罢了 哼夜宗低哼了一声 这小子敢对我女儿动歪心思 简直就是 癞蛤马想吃天鹅肉 门都没有 要是他还敢对我女儿不轨 我让他后悔 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夜宗虽然心里苦笑 但是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眼珠子一转 道夜宗大人 要不我们还是算了 这什么万魔妖灵阵不要了 听到夜宗的话 夜宗的表情顿了顿 如果万魔妖灵阵 真有那么大的作用 绝对可以在危机关头 拯救整个光辉之城 如果不要 是不是有点可惜 虽然聂离对叶紫云意图不轨 让夜宗很是恼火 但聂离说的话 却是有很高可信度的 夜宗感叹了一声道 可惜我只有一个不孝的儿子 如果我有个女儿的话 就能为夜宗大人分忧了 夜宗脸色变了变 冷哼了一声道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把女儿双手奉上的 其实夜宗大人倒可不必担心 我有办法解决 此话怎讲 夜宗赶紧在夜宗的耳朵边 小声地说了几句 夜宗那紧皱的眉头 慢慢舒展开来 微微点了点头道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就这么办夜宗一见 顿时眉开眼笑 脚步轻快地朝住聂离的别院走去 城主大人他答应了 聂离看到夜宗进来 淡淡一笑道 夜宗一愣 聂离旁腐早就预料到他会回来 夜宗会答应一般 前刻了几声道 夜宗大人他确实答应了 聂离点了点头 对住旁边的聂宇道 小雨 走 我们搬家 去你嫂子的别院住了 哦聂宇点了点头 已经拎着一大包行李出来了 聂离早就准备好了 夜宗目光呆滞 他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但又说不上来 看到聂离和聂宇 朝夜子云的别院走去 立即快步跟上 夜子云的别院 此时 一头长发的夜子云 正静静地坐在湖边的一块石头上 轻薄的丝衣更显清纯动人 那清澈的眼眸中 隐含着淡淡的忧郁和伤感 看住湖面 他轻轻地叹了一声 思绪纷乱 他想到了聂离 那个总是对住他使坏的家伙 让人气恼 又不自觉地让他想起 让人讨厌 但是他不在的时候 心中又彷復缺失了点什么 那些跟聂离一起的时光 还是很开心的 又想到了父亲 父亲不会还在为那天的事情而生气吧 如果聂离继续惹恼父亲 他担心父亲真的会狠心把聂离 他不敢想象后面的画面了 只能忧伤地叹息了一声 他已经决定不再见聂离了 或许这一辈子 他注定没什么朋友 身边的朋友都会一个一个地离他而去 就在他思绪偏仙的时候 湖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倒影 那是一张搞怪的脸 正对住他击眼睛 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出现幻觉了 叶紫云摇了摇头 喃喃自语地说道 第107章布置万魔妖灵阵 听到叶紫云的喃自语 聂离不禁有几分好笑 紫云 我们又见面了聂离对住叶紫云的脸挥挥手 嬉戏一笑道 叶紫云抬头 那依然迷茫呆萌的目光落到聂离的身上 呆至了片刻 顿时像是踩了蚂蚱一样跳了起来 你怎么来了 叶紫云的眼眸中闪过一抹惊慌 我怎么不能来 聂离黑黑一笑道 我决定和小雨一起住在这里了 聂离环顾四周 目光落在叶紫云住处旁边的一栋小楼上 道 从今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吧 叶紫云赶紧推着聂离的胳膊 想要把聂离推出去 急声说道 聂离 你不想活了吗 我父亲他会杀了你的 你赶紧快走吧 要是被我父亲抓到你就死定了 叶紫云的心里应该还是关心自己的 聂离心中不禁有点感动 但是随即还是换上了嬉皮笑脸 诧异地瞪着叶紫云问道 难道你父亲没跟你说吗 说什么 叶紫云愣了一下问道 聂离一拍额头 装作恍然大悟地说道 原来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叶紫云动作顿了顿 你父亲他已经同意了 同意什么了 叶紫云更加好奇了 他说准备把你嫁给我啊 明天就成婚 聂离虽然心里偷着乐 但还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叶紫云眼睛瞪得更大了 那清亮的眼眸中写满了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那天我在你这里被你父亲给逮到了 回去之后 你父亲就把我抓起来审问了 我说我跟你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父亲虽然恼火 可是家丑不能外扬 就让我明天娶你 聂离一脸无辜地说道 你父亲一定要逼我 我也没有办法 你怎么能这样 叶紫云急得脸颊飞红 跺了跺脚 我们明明没有 此时的叶紫云 那娇羞动人的模样 令聂离的心里微微一荡 回想起前世种种 思绪复杂 这一辈子 他再也不会让他走远了 聂离努力地平复了一下心情 贪了贪手道 在这件事情上 我原本是不同意的 但是既然岳父大人都这样了 我想想还是勉强将就一下吧 勉强 将就 叶紫云瞪了一眼聂离 聂离 你是说我配不上你吗 叶紫云气得踩了聂离一脚 聂离顿时夸张地捂住脚 嗷嗷直叫 当然配得上 怎么会配不上吗 你 叶紫云小脸仗红 他发现自己 又一次跳进了聂离的语言陷阱里面 看住聂离和叶紫云打闹的样子 叶修不禁玩耳一笑 他是看住叶紫云长大的 叶紫云身份尊贵 所以没有多少朋友 一直以来除了拼命地修炼 也不大跟同龄人说话 他已经很久没有从叶紫云的小脸上 看到这么灿烂的笑容了 叶修还以为 聂离和叶紫云之间已经有了男女之情 只不过叶宗不允许两个人在一起 才导致了后来的矛盾 如果是这样 那他就有必要说服叶宗 把叶紫云嫁给聂离了 毕竟女儿总是要出嫁的 不管父亲多么不情愿 叶修不知道的是 叶紫云对聂离也就是朋友之间的好感罢了 从始至终都是聂离死皮赖脸 要凑在叶紫云身边 只是叶紫云脸皮薄 不知道该如何拒绝罢了 好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看看房间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多得住住了 要是房间太差 我还不乐意住呢 聂离环顾四周 目光落在叶紫云住的阁楼 顿时两眼放光 朝叶紫云的阁楼走去 看到这一幕 叶紫云顿时慌了 他已经被聂离强闯过一次闺房了 那次的事情 他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他都已经决定以后不再见聂离了 没想到聂离又来了 这次又要奔着他的闺房去 跟聂离住一个房间 叶紫云想想都很郁闷 平时叶紫云都是温柔平和 跟人说话的时候 一般都是非常轻柔 待人接物也都很有礼貌 但是此时 他再也无法平静了 他仗红了脸 拿出一把利剑 横在自己白皙的脖子上 直直地看住聂离 聂离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住我的房间的 你要是进去 这么激动干什么 我又没说要住你的房间 参观一下都不行 太小气了 我回自己房间了聂离笑嘻嘻的倒 拎着自己的东西 往旁边的阁楼走去 看住聂离的背影 叶紫云呆了呆 脸颊滚烫 他明白自己又一次被聂离给骗了 聂离这家伙 真的太欺人了 虽然如此 但以后还能见到聂离 还是挺好的 叶紫云的眼眸里 蒙上了一层雾气 因为他的内心太孤单了 有聂离这样一个人来烦他 虽然老是懊恼聂离 做出格的事情 但偏偏 有的时候 见不到聂离的时候 还会想念 这是某种感情吗 就连叶紫云自己也都说不清楚 这些日子里 有酸有甜 有哭有笑 让他真真切切地感觉到 自己是有存在感的 聂离吹着口哨 住到那边的阁楼了 指着对面的阁楼道 小雨 你住那边吧 聂离看住远处 另外一栋阁楼 去了掘嘴 明明聂离哥哥的阁楼 还有其他的房间 为什么要让他住到 对面的阁楼去 听到聂离的话 旁边的叶修急忙插嘴 对聂离道 小雨还这么小 还是住在这边的阁楼 平时你可以照料一下他 聂离看住叶修 眨了眨眼 那瑞丽的目光 好似看穿了什么一般 叶修有些尴尬和不自然 转过了目光 聂离哪会不明白 叶宗同意自己跟叶紫云 住在一个别院里 怎么可能会放心 叶宗之所以这么爽快答应 肯定早有防备 估计今天晚上 叶宗就会住到 对面的阁楼里 监视聂离 聂离早就料到 叶宗会那么做 明知道会被监视 还是提出 要住到叶紫云的别院 是因为聂离知道 叶紫云真的太孤单了 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只有父亲 而父亲每天又忙于公事 几个月都见不到一次 他的内心是非常孤单的 令人怜惜 聂离才不是想要占叶紫云便宜什么的 叶紫云在他的心中 早已经是不可取代的人 他只想让叶紫云过得快乐 至于万魔妖灵阵 勉强帮他们布置一下吧 反正要不了多少功夫 我们现在开始布置万魔妖灵阵 把叶宗追在聂离的后面说道 急什么 我现在才刚来 还没休息呢 白银级妖灵师 就算七天七夜 不眠不休 也不会感觉到疲劳 叶宗说道 布置万魔妖灵阵可是大事 对你们来说是大事 对我来说 可不是什么大事 等我休息好了再说 你们先去收集材料吧 先收集其所有的黑金级妖灵 黑金级妖灵 城主府宝库里就有 已经准备好了 石柄最强的兵器 这个也有了 叶宗英切地看住聂离 聂离提出了所有 不知万魔妖灵阵的材料 叶宗都回答说有了 令聂离不满地瞪着叶宗 这么难找的材料 都被他们给找齐了 城主府的宝库还真是丰富啊 简直应有尽有 聂离不知道的是 当年妖兽狂巢席卷大陆 大量的武道强者不断地被追杀 一路逃亡 很多人逃到了光辉之城 也带来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宝物 这些宝物如今大多都汇聚在城主府里 好吧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开始不知把聂离郁闷的道 从怀中抽出一张地图 道 这是城主府的大致轮廓地图 夜修正经的瞪着聂离 这还只是轮廓地图 已经非常完整了 城主府防备森严 而且禁止地图流出 聂离是怎么弄到这么完整的地图的 庞扶是知道了夜修心里的想法 聂离道 这是我让你们夜炎始祖飞到城主府上空 记录下来之后 然后画得原来如此 夜修这才明白了 城主府防备森严 一般人是很难尽得来的 但城主府的侍卫们 哪会防备一只鸟 对了 夜炎始祖呢 夜修这才想起来 聂离过来的时候 并没有把附住夜炎始祖灵魂的灵规带过来 我让他飞到光辉之城外面 搜寻黑暗公会的位置去了 聂离说道 黑暗公会形式隐秘 在光辉之城潜伏了数百年 一点一点壮大 并在城外的某座山谷里面 开辟了另外一个隐秘的地下王国 光辉之城的各个世家 几次想要围剿黑暗公会 但都没有找到黑暗公会的老巢所在 就连传奇妖灵师叶末 也拿黑暗公会没有办法 哦 夜修点了点头 他心中暗暗咫舌 聂离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居然可以让夜炎始祖这么听话 想当年他们进天幻秘境的时候 在里面被夜炎始祖教训的 那叫一个凄惨啊 简直被骂的都不敢抬头做人了 而今夜炎始祖居然完全听从聂离的 还帮聂离跑腿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第108章这可是你说的 聂离开始交代万魔妖灵阵的一些事宜 得到聂离的指令之后 夜修开始准备各种裁养 整个城主府上下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有些地方的院落被推倒 有些地方开始铺设砖石 有些地方布设名文 除了夜宗 夜修等少数几个人 其他人都完全不知道城主府到底在干什么 天色渐渐晚了下来 月明星熙 聂离在别院的花园之中溜达 远远地看去 只见那水银蟹的一般的月光之中 一个身穿白色丝裙的少女 就像是月光中的仙子一般 她静静地站住 身上白色的雾气缭绕住 那白色雾气之中 隐约显现出一个人形的妖灵 那个妖灵身穿白纱 高贵典雅 头戴皇冠 就像是一个女皇 那个就是叶紫云的风雪女皇妖灵 作为吞噬了无数妖灵 达到神机成长性的风雪女皇 气势力是非常可怕的 整个别院都笼罩在一股凝脂的寒气之中 这寒气看似温和 实则一旦叶紫云出手对敌 这些寒气便会化为凛冽的冰刀 看到这一幕 聂黎微微一笑 叶紫云跟风雪女皇妖灵 融合得越来越好了 从寒风中的气息 聂黎可以感觉出来 叶紫云至少已经掌握了 两种以上的战绩 加上她本身的修为 就算是黄金三星的妖灵师 恐怕也不是她的对手 聂黎朝着叶紫云走去 感觉住叶紫云身上 每一丝灵魂力的变化 别院另一栋小楼的角落 一个身影正静静地站住 月光照射在她的脸上 这个人是叶紫云的父亲 叶宗 此时的叶宗 新潮起伏澎湃 久久难以平静 上次她便感觉到 叶紫云的修为 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还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一只风雪女皇妖灵 但她却完全没有想到 叶紫云的修为 竟不如此神速 以前叶紫云 一直都很让她失望 没有继承他们 强大的修炼天赋 享受着成竹府 这么多的修炼资源 却连青铜一心的门槛 都没有卖过 虽然比一些同龄人 是优秀很多了 但作为城主的女儿 还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现在 叶紫云的修炼进度 未免也太惊人了 从灵魂力便能感觉出来 叶紫云的修为 至少达到了白银五星级别 再加上叶紫云 融合的风雪女皇 似乎比普通的风雪女皇妖灵 还要强大数倍 要是真打起来 怕是连黄金一心的妖灵师 都不是叶紫云的对手 叶宗很是疑惑 虽然平时她很忙 妇女之间 经常几个月不见面 但是她心里对叶紫云 还是非常关心的 叶紫云修炼的进度 不会由照顾叶紫云的薛姨 送到她那里 前段时间 叶紫云还没有跨过 青铜一心的门槛 这才多久 就已经达到白银五星了 这简直是挑战她的任职极限 这样的天赋 就连她都感到汗颜 当初她从青铜一心 修炼到白银五星 可是花了数年 而且让她更加心惊的是 风雪女皇在众多妖灵中 属于非常强大 且非常珍惜的 整个光辉之城 也只有寥寥几十只而已 而叶紫云的风雪女皇 极为特殊 碰到这种特别强大的妖灵的概率 可以说万中无一 叶宗心中震惊的同时 也为叶紫云感到欣慰 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光辉之城的处境 每时每刻都有破城的危险 每每想到光辉之城的近况 叶宗便夜不能寐 为了光辉之城尽心竭力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人 让光辉之城的子民更加安全 虽然叶紫云身为城主之女 有很多人保护 但是自身的实力强大了 才会更加安全 叶紫云修为提升得这么快 她还是很开心的 想起叶紫云的母亲 她那布满皱纹的眼角 闪烁了几点泪光 经过了上次聂礼的事情 妇女之间的别扭还没话解开 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 她准备走过去主动跟叶紫云聊一聊 想要知道女儿的心事 就在她即将迈不出去的时候 另外一个身影映入了眼帘 正是一路走来的聂礼 叶宗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鼻腔里冷哼了一声 上次聂礼居然光住身体 待在叶紫云的房间里 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事情 要不是因为聂礼背后的那个人 叶宗恨不得一巴掌 把聂礼拍死在墙上 结果才没几天 又因为万魔妖灵阵的事情 被聂礼要挟 为了光辉之城的大局 叶宗不得不退让 让聂礼住进了这里 不过他又怎么会放心 自然是住进别院看住 他恨不得把聂礼踢得远远的 虽然恼火 但只能忍了 毕竟还要让聂礼 布置万魔妖灵阵呢 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想干嘛 要是敢对紫云怎么样 就算拼着不要万魔妖灵阵 我也要收拾你 叶宗恶狠狠地想到 叶紫云似乎丝毫没有察觉 叶宗的所在 毕竟叶宗是一个黑金级别的妖灵师 在刻意隐匿气息的情况下 是很难察觉的 感觉到有人走近 叶紫云的睫毛微微动了一下 睁开了眼睛 是你 叶紫云看到聂礼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莫名的一慌 脸颊上闪过一抹红韵 那羞怯的模样 更显动人 晚上好 聂礼嘻嘻笑道 对叶紫云挤了几眼 你怎么来了 叶紫云低头回避聂礼的目光 脚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聂礼的靠近 令她感觉到非常紧张 毕竟是晚上 孤男寡女待在一个别院里 叶紫云甚至都不敢 待在自己的阁楼里 万一聂礼又溜进来了 那可怎么办 反倒在院子里修炼 让她能够安心一点点 聂礼在距离叶紫云 三米左右的地方 站住了脚步 她敏锐地感觉到了 别院角落里的一缕气息 嘴角不禁微微一笑 叶紫云隐藏气息 能够瞒得过叶紫云 却瞒不过她 吃完饭 出来散个步 恰好看见你在这里修炼 所以就过来了 聂礼微笑着说道 叶紫云抬头看了看聂礼 又低下头 有点忧愁地叹了口气道 聂礼 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 说服叶修叔叔带你来这里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怎么了 你不想见到我 聂礼一脸伤心的表情 果然像你这种施家子弟 是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平民罪朋友的 不是 看到聂礼的表情 叶紫云急忙白手解释道 她内心善良 当然不愿意让聂礼伤心 聂礼 虽然你这个人有点奇怪 有点态 直接了 但是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很好的 不管是对我 还是对你的其他朋友 不然也不会这么帮我 虽然你经常来打扰我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你讨厌 相反还很希望你来烦我 因为在这个庞大的城珠府里 我时常会感觉到深深的寂寞 能够跟我说话的 只有薛姨 曾经我有一个好朋友 那就是宁儿 但是后来 她再也没来过这里了 除了她之外 你是我第二个好朋友 但是你明白的 我父亲是绝对不会允许 我和你在一起的叶子鱼黯然地说道 聂礼的目光描了一眼远处的角落 冷哼了一声道 不得不说 叶宗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把你一个人关在这别院里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连一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 她根本不配当一个父亲 听到聂礼的话 站在阴影中的叶宗 出气地没有暴怒 而是眼神中流露出 深深的伤感和痛苦 聂礼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父亲 他也是迫不得已 他是光辉之城的城主 他的每一个决定 都关系住整个光辉之城的安危 每天都要忙各种事情 所以才会顾不上我 我要努力地修炼 成为一个强大的妖灵师 帮助父亲大人分担 以前不管我怎么努力 我的修位提升得都很慢 多亏了你 叶子云感激地看住聂礼聂礼 对他的恩情 他会用尽一切去报答 感觉叶子云 马上就要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了 聂礼白白手道 不说这些了 叶宗是你的父亲 你当然为他说话 之前他把我打伤 我还没找他算账吗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跟他计较 叶宗正因为叶子云的话 而有些哽咽 听到聂礼的话 顿时气地吹胡子瞪眼 到底是谁该找谁算账 你小子光住身子 钻进我闺女的房间 这还有理了 居然要找我算账 叶宗算是见识了 聂礼的厚颜无耻 聂礼笑了笑道 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是要住在这里了 你也不用担心 你父亲他会把我怎么样 他还要我帮他 布置万魔妖灵阵呢 为了布置万魔妖灵阵 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万魔妖灵阵 什么是万魔妖灵阵 叶子云睁大了轻亮的眼睛 万魔妖灵阵 有一万只黑金级妖灵 再加上各种名文布置而成 一旦布置完成 只要发动万魔妖灵阵 外面就算有 十几个传奇级妖灵师 也休想功地进来 聂礼说道 原来是这样 叶子云正愣了一下道 难怪我父亲会同意 这下你看清 你父亲的真面目了吧 为了光辉之城 他可是什么都愿意放弃 聂礼当然是不忘在这个时候 刺激一下躲在暗处的叶宗 心中更是暗暗坏笑 听到聂礼的话 叶宗顿时现出了 焦急的神色 他当然不会因为 一个万魔妖灵阵 就把女儿给卖了 他正要现身 跟叶子云解释 却见叶子云面色一正 抬头看住聂礼 郑重地说道 聂礼 如果你真的能够 布置出万魔妖灵阵 对光辉之城来说 那是功德无量 就算我父亲他 我也没有任何怨言 别说住在我的别院里 就算 就算让我做你的女朋友 我也会同意 叶子云面颊微微一红 但是随即神色坚定 聂礼看住叶子云 心中一片温柔 果然有其父 必有其女 为了光辉之城 甘愿牺牲自己 随即他嬉戏一笑道 这可是你说的 你可不许反悔 第109章 陪我说说话 听到聂礼的话 叶宗的脸都轻了 聂礼在他不在的时候 说他坏话也就算了 居然还有片纯真的紫云 简直是丧尽天良 丧心病狂 如果不是 还要让聂礼 帮忙布置万魔妖灵阵 他早就现身 把聂礼狠狠地教训一顿了 只听叶子云 神色略显黯然 对聂礼说道 聂礼 你不要误会我的父亲 我父亲他人其实是很好的 他也想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我 但是他毕竟是 光辉之城的城主 肩膀上担负着光辉之城 那么多人的生死存亡 他一刻都不敢懈怠 虽然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我 但是他依然是我最最尊敬 最最敬佩的人 我只恨我现在实力还太弱了 无法帮他分担忧愁 听到叶子云的话 躲藏在暗处的叶宗 陷入了许久的沉默 他鼻子微微泛酸 在女儿面前 他一直都是一个严厉的父亲 他也知道 他做得还远远不够 内心对叶子云有许多的亏欠 当他今天听到叶子云的这番话 内心更是久久不能平静 原来这就是云儿内心真正的想法 聂礼 我原本觉得 以我的天赋 这辈子恐怕都无法达到我父亲的程度 但是直到你传授了我修炼功法 送给我冰雪皇后妖灵 让我的实力有了值得蜕变 让我可以去实现我的梦想 我无以为报 虽然我父亲不可能同意让我跟你在一起 但是为了报答你 我可以答应你三个要求 不管是什么要求 只要我能够办到 我绝对不会拒绝叶子云似是想到了什么 脸颊飞红一片 但他傲然地挺起胸膛 清亮的眼神非常坚定 从小父亲就教育他 人生在世 有恩必报 而且做人要讲信义 答应的事情 便一定要做到 远处的叶宗皱了一下眉头 他心中一动 原来云儿的修为提升得这么快 都是多亏聂离的指点 他对聂离的看法有了一些改观 看来聂离对云儿还是不错的 真的 不管是什么要求 你都不会拒绝 聂离突然露出坏坏的笑容 朝叶子云走去 看到聂离脸上流露出那一位深长的笑容 朝自己走过来 叶子云莫名心慌地退了几步 脸颊更加红润了 聂离想做什么 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画面 但是又似想到了什么 挺了挺胸膛 既然她说过答应聂离的三个要求 就要守信 不然会被人看不起的 聂离一步一步地走到叶子云的身边 低头看住叶子云 此时的叶子云娇羞动人 那吹弹可破的肌肤 微微鸣起的红唇 晶莹剔透的穹鼻 灵动的明眸 都格外的诱人 就像是一颗熟透了的葡萄 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一口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丝裙 胸口竖住一条白色丝带 显出玲珑可爱的身材 裙摆迎风飞舞 在夜色中就像是一个仙子一般 一股少女的幽香扑面而来 这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女子 前世的种种画面 在脑海中慢慢浮现 聂离的心中一片温柔 此时此刻 她多想把眼前的御人拥入怀中 感觉到聂离的靠近 和那种独特的气息 叶子云愈发的慌乱了 心脏砰砰直跳 就连那白皙如玉的脖子 都染上了一抹飞色 一种淡淡的淫泥 在两人之中蔓延 此刻的夜色是多么美好 此时黑暗处的夜宗 看到聂离不断地逼近叶子云 那轻挑的模样 令她好不容易 对聂离改观的态度 瞬间化为虚无 手臂上根根青筋暴露 要是聂离敢碰云儿一根手指头 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 把聂离暴揍一顿 揍得连她妈都不认识 聂离贪婪地呼吸住 叶子云身上的气息 她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深邃的落寞和伤感 很多时候 她都担心眼前的一切 不过是一场梦 每天晚上 她时常会被噩梦惊醒 看到叶子云死去的那一刻 自责的泪水沾满枕巾 叶子云永远都不知道 聂离对她的感情 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无数次的九死一生 那长达数百年的孤独 只有回忆叶子云的时候 才能让她感觉到温暖 那种感情 深入骨髓 重生归来 她感觉到幸福的同时 也害怕失去眼前的一切 所以她一刻不停地提升自己 和身边人的实力 就是为了在危机来临之时 拥有自保的力量 不管如何 她不会再让眼前的一切失去 跟叶子云近在咫尺 真切地感受着叶子云的存在 聂离多么想拥抱叶子云 想跟她诉说内心的种种 但是在内心深沉的一声叹息之后 她把这些感情收敛了起来 如果此刻 她拥抱叶子云的话 肯定会把她吓坏吧 聂离嘴角微微上翘 贴着叶子云的耳边 缓缓地说道 我的第一个要求是 我要你 聂离在说你字的时候 声音拖得特别长 听到聂离的话 叶子云浑身一颤 双手微微发抖 她早就猜到 聂离肯定会提这样的要求 虽然道德上不允许 但是聂离确实对她有恩 她说了会满足聂离的三个要求 自然是不会拒绝 如果那个人是聂离 她的心理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虽然这么想 但是她还是心乱如麻 小畜生 看我不废了你 叶宗的拳头握得咯咯直响 简直快要气炸了 身上黑金强者的气息透体而出 随时都要爆发了 黑金级强者一旦出手 只怕这个别愿都要被以为平地 叶子云白皙的手微微颤抖 放在了胸口处 心脏砰砰乱跳住 面颊飞红 更显动人 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感觉到叶宗那狂暴的气息 聂离知道已经够了 再这么下去 叶宗就要抱走了 我要你 陪我说说话 聂离伸了一下懒腰 嘻嘻一笑说道 陪你说说话 叶子云右手停顿在了半空中 愣愣地看住聂离 那你以为我想要干什么 聂离反问叶子云 一边把目光落在了叶子云飞红的小脸上 张了张嘴 震惊地看住叶子云 难道你以为我要你跟我那个什么 你看我像是那么不正经的人吗 听到聂离的话 叶子云简直恨不得在地上挖的地方钻进去了 他还以为聂离对他心怀不轨 想要跟他 出身风雪世家 见多了各个世家之间的事情 十三岁 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 他对那些事情 自然不可能不知道 聂离是个正经人 难道自己不正经吗 聂离绝对是故意让他误会的 聂离 我恨死你了 叶子云才明白过来 他被聂离给耍了 羞恼得狠狠地在聂离的脚背上踩了一脚 然后转身风湿地逃去 聂离真是太气人 他绝对是故意的 想到自己刚才心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叶子云芳芳心乱颤 哦 虽然不痛 但是聂离还是捂住脚背叫了起来 看住叶子云逃离的背影 他大声喊道 你不是说满足我的要求的吗 怎么不陪我说话就跑了 你自己一个人说话去吧 叶子云哼哼了两声 声音传来时 人已经进了阁楼 看住叶子云娇俏的背影消失在了门口 聂离突然心情愉快了起来 开心地吹起了口哨 此时角落阴影处的叶宗 此前他正处于暴走的边缘 但是看到现在的状况 也是呆了好半生 这才慢慢把狂暴的气息收敛了回来 如果聂离对叶子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肯定会出手的 但是现在 似乎连出手的理由都没有了 直到现在 他这才明白 自己也被聂离给耍了 看住远处那得意地吹着口哨的聂离 他的心里泛起了深深的无力感 聂离这个人 似乎是无法用常理来衡量的 聂离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就连他也猜不透摸不透 要知道这小子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鬼啊 怎么这么难缠 回头想想 聂离做事虽然有些张扬 有点出格 但品性方面 似乎也不是那么坏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有点不放心 云儿这丫头 平时都是拦至灰心 聪明过人的 现在却被聂离戏弄得团团转 聂离到底有没有心存坏心 他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叶宗的身影慢慢隐没在了黑暗之中 聂离感觉到了叶宗的气息消失 嘴角微微一笑 他确实只是调侃一下叶宗而已 这个一直板住一张脸的乐障大人 真的是太无趣了 在这城主府里 潜心修炼 偶尔调戏调戏叶紫云 气一气叶宗 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既然叶宗已经走了 那他也应该开始修炼了 聂离心中想着 找块石头盘坐了下来 聂离的气息 彷復跟黑暗的夜色融为了一体 虎牙熊猫和影110 在聂离的灵魂海中 不断地吞吐呼吸 聂离的意念连接住天语神雷剑 天语神雷剑上电光闪烁 那略显柔和的电光 实则蕴含着狂暴肆虐的力量 一旦聂离催动天语神雷剑攻击 那威力将是极其恐怖的 叶宗若是感觉到聂离的灵魂气息 估计肯定会震惊莫名 因为聂离的灵魂力 已经完全超出了 他现在年龄所能达到的极限 不过聂离收敛着灵魂气息 纵然是黑荆棘的妖灵师 叶宗也很难察觉 渐渐地 聂离进入了忘我的修炼境界之中 第110章当然是故意的 时间过得飞快 聂离在叶紫云的别院里待了七天 这七天时间除了潜心修炼 不知万魔妖灵阵 偶尔跟叶紫云聊聊天 倒也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聂离的修为也稳固在了白银五星级别 白银五星进阶到黄金级 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 普通人往往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契机 才能完成进阶 但是对于聂离和叶紫云等人来说 只是时间问题了 别院里面鸟语花香 环境非常清幽 为了防备聂离 叶宗不得不把处理事情的地点 搬到了这处别院里面 虽然每天都很忙 但是叶宗还是不时地施展灵魂力 扫过整个别院 以确认聂离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虽然处理大量公务的同时 还要防备聂离 令叶宗注视有点心理憔悴 不过他却一点都不敢放松 叶修突然匆匆进来 城主大人 古言会长求见叶修微微恭声说道 哦 古言会长来了 快快有请叶宗赶紧说道 以前炼丹师协会虽然也很受重视 但没有现在这般地位超然 因为掌握了几种丹药的炼制 古言会长在整个光辉之城的地位 已经跟叶宗相差无几了 片刻之后 一身灰袍的古言会长走了进来 抬头看到叶宗 微微恭恭道 城主大人 古言会长别这么客气 到了这里 就如同到了自己家一般叶宗哈哈一笑道 他的目光从古言的脸上扫过 诧异地问 古言会长似乎有些凝重 不知道这次过来 所为何事 古言扫是四周 显得非常谨慎的样子 古言会长请放心 这里都是自己人 就算是黑荆棘的强者 也到不了这里 叶宗心中威灵 古言会长如此慎重 怕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古言神情凝重地看了看叶宗 沉默了片刻道 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但是不说的话 担心会有严重的后果 古言会长 但说无妨 古言会长点了点头道 此前我们炼丹师协会一直怀疑 神圣世家跟黑暗公会之间 会不会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前段时间 神圣世家的执事长老沈明 待人袭击涅离被擒获 在我们炼丹师协会的逼问之下 供出了神圣世家的一些勾当 竟由此事 叶宗眉头紧锁 光是沈明一人的供述 恐怕还不足以断定 神圣世家跟黑暗公会之间 是否有勾结 要有确凿的证据才行 沈明交代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明白 没有确凿证据是不行的 后来神圣世家 突然向我们采购大量丹药 在那一批丹药中 我们放置了追魂丹 然后派人带着三头犬 邀灵追踪 最终确定了这批丹药 流向了黑暗公会 古言抬头 神情严肃地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神圣世家 是断然无法洗脱嫌疑了 神圣世家 在光辉之城的势力 根深蒂固 光是确定了这些没有用 哪怕有沈明做人证 也无法撼动 神圣世家的地位 叶宗沉默了片刻 古言会长 不会没有来由地 污蔑神圣世家 我会派人调查 此时的叶宗 看向旁边的叶修道 叶修 此事由你负责事 叶修当即点头道 古言有点忧心忡忡地道 我们之前调查神圣世家 已经引起了神圣世家的警觉 叶修大人也要当心才是 我明白叶修点了点头 光是一个神圣世家 就有不下三位 黑金级妖灵师了 更何况还有一个 隐藏在暗处 更为强大的黑暗工会 就连他也不敢大意 聊了片刻之后 古言便告辞离开了 叶修 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叶宗微微叹息了一声 如今光辉之城 可信任 可用的人当真不多了 近些年 光辉之城的城墙 是越见越高了 但是崛起的天才 却是越来越少 光平城墙 是抵挡不住妖兽的 城主大人不必担心 这不还有云儿 聂离这些后辈吗 他们定然可以成为 光辉之城的中流砥柱 叶修宽围岛 只是不知道 能不能等到那时候 叶宗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可是非常清楚 光辉之城 处于多么风雨飘摇的境地 现在就连三大巅峰世家的 神圣世家 也要背弃光辉之城 谁会知道 未来将会是怎么样的 叶修略显黯然 他时常跟叶末 在外面奔走 自然也明白 光辉之城周围的 风雪妖兽 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大 谁知道 妖兽之潮 什么时候降临 再过几天 红尔也该回来了 两年前 他已经是黄金一星妖灵师了 不知道他的修为 如今怎么样了 叶宗想到了什么 微微一笑道 叶寒是叶宗的养子 天赋卓绝 拥有青涩灵魂海 极受叶宗器重 如今二十岁的年纪 一直跟住家族 一位太上长老 在外面历练 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磨练了 叶寒一直都让叶宗 引以为傲 甚至想要培养成下一任的城主 叶宗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 叶宗带叶寒 一直如同轻生一般 但是毕竟不是叶室宗族的人 在他看来 城主之位 更应当传给叶室宗族的嫡系 叶宗的轻生女儿叶紫云 以前云儿天赋修为 跟不上也就罢了 如今云儿展现出了 卓绝的天赋修为 那城主之位的人选 就需要斟酌了 反正叶宗对于叶寒这个外人 是没什么好感的 听说万魔妖灵阵布置了一部分 已经可以展现一部分的威力了 城主大人要不要过去看看 叶宗忽然想到了什么 问叶宗道 之前聂默告诉叶宗 万魔妖灵阵分为八的小镇 这八的小镇威力都很不错 八的小镇融合之后 更是威力惊人 如今聂默布置好了其中一个小镇 已经可以展现一部分的威力了 叶宗眉毛微微一条 之前他对聂默鼓吹的万魔妖灵阵 也是心怀疑虑 万魔妖灵阵究竟有没有聂力说的那么强 整个万魔妖灵阵耗费巨大 如果没有聂力说的那么强 那损失可就大了 叶宗原以为 万魔妖灵阵的威力 要等不止完全之后 才能知晓 没想到现在就可以检验 万魔妖灵阵的威力了 他当然是求之不得 我们去看看 叶宗当机立断说道 城主府 东部区域 这里原本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建筑 为了布置万魔妖灵阵 整片区域被移为平地 变成了一片巨大的空地 在这空地中央 高耸处理起了十多根巨大的石柱 石柱上布满了各种神秘的名文 一只只妖兽的虚影在周围排绕 这些妖兽 每一只都是黑晶级别 它们身上也都布满了名文 不时地绽放出道道金光 万魔妖灵阵八大沙阵之一 泰乙沙阵 此时的聂离等人 站在泰乙沙阵前面 一股磅礴的力量 在其中涌动 而且有一种冲天而起的气势 聂离虽然想要隐藏泰乙沙阵的气息 但是泰乙沙阵的威力实在太明显了 根本无法掩盖 加上每一根石柱都是这么高耸处理 恐怕早已经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不过泰乙沙阵里面蕴藏72种杀招 除了聂离能用特殊的方法催动 其他人甚至无法靠近 除非派传奇级的强者过来 否则根本无法破坏掉泰乙沙阵 这就是你布置的万魔妖灵阵 叶宗抬头看了看 虽然内心也有一些震撼 但是脸上确实没有任何表情 这不是万魔妖灵阵 只是万魔妖灵阵的一部分而已面对叶宗 聂离丝毫没有示弱 双手抱凶 淡淡一笑道 不过虽然只是一小部分 搞死几个黑荆棘的渣渣 是没什么问题了 聂离是故意刺激叶宗的 听到聂离的话 不管是叶修和叶宗 都是嘴角脸颊抽搐 黑荆棘的渣渣 在这光辉之城里面 除了聂离 谁敢这么称呼一个黑荆棘的超级强者 要知道黑荆棘强者 可是仅次于传奇的存在 到哪里不是一呼万庸 叶宗怒火上涌 聂离居然敢这么轻视黑荆棘妖灵师 这简直是在挑衅黑荆棘妖灵师的尊严 他冷哼了一声 就凭这什么震 就能干掉黑荆棘的妖灵师 你知道黑荆棘妖灵师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叶修心里苦笑不迭 聂离和叶宗不知道怎么了 两个人每次碰到一起 就像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炸 要说叶宗身居高位 作为一个城主 有一种不怒自威的上位者气势 普通小孩子见到他都两腿发软了 偏生的聂离完全不怕他 还时不时的挑衅叶宗 这也令叶修很是无奈 城主大人 聂离应该不是故意这么说的 他只是想要形容这座杀阵的威力 作为黑荆棘妖灵师 又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落败 看到叶宗暴怒的样子 叶修急忙想要当何世老 我当然是故意的叶俐仰着脸 直视叶宗哼了一声道 别以为黑荆棘妖灵师就了不起了 你们完全没有见识过真正的强者 不过是一群紧笔之蛙罢了 在我眼里 黑荆棘妖灵师就是渣渣 城主大人 既然你说我的太乙沙镇 干不掉黑荆棘妖灵师 您要不要试一试 第111章太乙沙镇的威力 聂离就是故意挑衅叶宗 上次在叶子云的别院里 叶宗把他打得那叫一个凄惨 聂离还是记忆犹新了 这次怎么也要抱着一箭之仇 既然你是紫云的老爸 那我就带紫云管教你 叶修刚刚想要当和侍老 结果被聂离的话硬生生的给掖住了 简直尴尬极了 叶宗怒哼了一声 我倒要看看 你的万魔妖灵阵到底有多厉害 城主大人 我在这里申明一点 这可不是万魔妖灵阵 而是万魔妖灵阵里面的一个小沙镇 真要是完整的万魔妖灵阵 聂离邪腻了一眼 叶宗嘖嘖的摇了摇头道 完全不够看 叶宗气得胡子发抖 简直把聂离掐死的心都有 但是毕竟身为城主 这点气量还是要有的 他也还真不可能把聂离怎么样 除了有求于聂离之外 聂离的背后还站着一位超级强者 若是我破了这沙镇怎么办 叶宗身为一个黑金级妖灵师 自然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岂容聂离这么挑衅 要是你破了这沙镇 我喊你爹聂离哼了一声 叶宗瞪了一眼聂离 聂离想要叫他爹 他还不乐意呢 想娶我女儿 门都没有 要是我破了这沙镇 你以后都得离我女儿远点 那破不了呢 聂离不屑地看住叶宗破我的太乙沙镇 你真以为你是传奇强者啊 就算传奇强者过来 想破我的太乙沙镇 还得费点功夫呢 破不了我 破不了的话 你以后都不许干涉 我和你女儿的事情 聂离似笑非笑地看住叶宗 一言为定 叶宗懒得在听聂离的废话 一步一步往太乙沙镇里面走去 如果一个沙镇 要让对方走进阵中 才能发挥威力 那也太刺了 聂离低喝了一声 灵魂力透体而出 双手迅速地截出一个个手印 整个太乙沙镇 突然间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紧接着那些石柱上的明文光芒大放 轰隆隆 大地聚颤 叶宗感觉到一股强横的气息扑面而来 脸色微微一变 这太乙沙镇果然有点门道 不过既然跟聂离打了赌 他当然不会退缩 落吼了一声 一股磅礴的灵魂力 从体内横扫而出 只见叶宗的身体迅速地变大 膨胀了数倍有余 双手不停地变得更加粗壮 全身布满了黑色的鳞片 背后也长出了一条巨大的尾巴 尾部的末端 燃烧着黑色的烈焰 黑灵地龙 叶宗融合的妖灵 居然是一只黑灵地龙 黑灵地龙属于亚龙系的生物 拥有一定的龙族血统 仅次于真正的龙族 在众多妖兽之中 龙族生物属于最顶端的存在 就算是最次一级龙族 也拥有着至少黑晶级的实力 虽然亚龙仅仅只是带有 那么一小部分的龙族血统 那也是非常强大的 黑灵地龙 卓越级的成长性 算得尚不错了 只可惜 你遇到的是太乙沙镇 聂黎晨喝了一声 只见那些石柱 不断地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吼吼吼 石柱周围的妖灵 全部变得异常狂暴了起来 全都是黑晶级的妖灵 虽然被封印在太乙沙镇里面 令它们的实力有所减弱 但依然还是强悍至极 光辉之城几百年来 收藏的黑晶级妖灵 还是相当多的 但是黑晶级妖灵 想要发挥出它的作用 必须要有能够驾驭它的妖灵事 而利用太乙沙镇这种外物 控制妖灵 这在整个光辉之城的历史上 都是第一次 为了建造万魔妖灵阵 成竹府宝库里 收藏的黑晶级妖灵 几乎全都调用过来了 砰 一只黑晶级巨熊妖灵 扑了下去 跟夜宗变化而成的黑灵地龙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轰轰轰 灵魂力量不断一散 化作可怕的冲击波 在周围的地面上不断地炸开 夜宗心中一领 他完全没想到 这太乙沙镇 居然能发挥出 冥雄八成的力量 冥雄可是所有妖灵之中 力量最强大的物种之一 也是最难控制的 至今没有一个妖灵师 能够成功融合一只黑晶级的冥雄 光是一只冥雄 就非常难缠了 夜宗仰天怒吼 张口喷出道道黑火 朝冥雄轰去 飞灵地龙的黑暗之火 带有黑暗腐蚀的效果 若是喷中任何一只黑晶级的妖灵 都足以另起重创 虽然众多妖兽中 黑灵地龙的实力不如冥雄 但是夜宗融合了黑灵地龙之后 可以发挥出黑灵地龙150%的威力 而太乙沙镇 却只能催动冥雄八成的实力 此消彼长之下 这只冥雄自然不是黑灵地龙的对手 眼看着黑灵地龙的黑暗之火 就要喷射在冥雄身上了 突然之间 一股水目落下 包裹住了黑暗之火 滋滋滋 在这水目之中 黑暗之火没过多久便熄灭了 怎么回事 夜宗心头一沉 却见旁边一只发着蓝色光芒的巨大粘虫 正咕咚咕咚地蹦跳 扑得一声 喷射出一道粗壮的黑色水柱 黑水粘虫 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物种 生长在泥泥的沼泽地带 全身有九成以上的构成 都是黑色的带有剧毒的液体 而且生命力极其顽强 就算把他晒成前尸 过个几十年 只要有一滴水滴在他的身上 他就能复活 夜宗知道 承主府的宝库里 有这样一只妖灵 但是他却完全不知道 这只妖灵 是什么时候存在于 承主府宝库之中的 这种难缠的妖兽 是极难击杀的 一只黑荆棘的黑水粘虫 至少要传奇级的强者 才能干掉 这很可能是某位老祖宗留下的 像黑水粘虫这种 几乎不可能被任何黑荆棘 妖灵师降服 就算降服 也无法驾驭黑水粘虫的特性 但是现在 他却被太乙杀阵给掌控了 看到喷射而来的毒液 夜宗顿时感觉到头皮发麻 要是挨上一记 不死也得脱层皮 这小小的太乙杀阵 居然能够驾驭得住这么多妖灵 而且让这些妖灵 互相配合击杀敌人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哪怕只能发挥出 每只妖灵八成的实力 那也是非常恐怖的 就在夜宗避让黑水粘虫的时候 夜宗发现 他已经被十几只黑荆棘妖灵被包围了 再看这些妖灵 明雄 黑水粘虫 枯灵鸟 岩蛇 独爪蛙 一只比一只难缠 就连夜宗都想不到 他的宝库里 尽藏了这么多可怕的黑荆棘妖灵 这根本不是一场实力对等的较量 而是一场围殴 这些黑荆棘妖灵彼此之间简直心有灵犀一般 互相配合的天衣无缝 轰 在众多妖灵的围攻之下 明雄终于抓到了机会 一巴掌轰在了黑灵地龙的胸口 砰 黑灵地龙被砸翻在地 夜宗顿感一阵气闷 因为明雄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纵然明雄只有八成实力 纵然黑灵地龙防御惊人 也依然被拍翻在地 夜宗怒吼一声 猛地用剧掌轰了过去 只见这时 旁边的岩蛇突然间钻了过来 紧紧地卷住夜宗的手臂 令夜宗完全无法动弹 旁边的明雄咆哮着 对着黑灵地龙的头部 一阵疯狂地乱打 轰轰轰 头部连续挨了数次攻击 令夜宗头晕目眩 哪怕黑灵地龙皮糙肉厚 也经不起这样的一顿暴揍 以夜宗黑金级妖灵师的实力 哪怕是同时面对 三五只黑金级的妖手 也不会输 但对面可是有着数十只黑金级 而且彼此间还懂得如何配合 这让人怎么玩 如果夜宗拼尽全力一搏 爆发出全部的潜力 跟这些黑金级妖灵 同归于尽 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 作为城主 这么做是否值得 就算拼光了这些黑金级妖灵 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 此刻的夜宗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想到自己在一个小辈面前 被几只妖灵 按在地上一轮暴揍 还输了赌注 夜宗面子上很是难堪 怒不可遏 但另外一方面 转念一想 太乙沙阵这么强大 万魔妖灵阵就更强了 那就意味着光辉之城 多了一张底牌 聂离才不管夜宗城主的身份 之前在夜紫云的别院里 连衣服都没穿好 就被一顿暴打 现在怎么的 这笔账也要算回来才行 聂离不断地催动太乙沙阵 明雄更加暴怒了 对住夜宗一轮拳打脚踢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夜宗的脸上 狠狠地蹲时了几下 看到这一幕 夜宿嘴角抽搐 眉毛不停地颤动 聂离还真是敢啊 居然催动明雄坐在夜宗脸上 这要是被外人看见了 夜宗这城主的威严 恐怕都要被扫得一干二净了 有史以来 谁敢用屁股坐在城主的脸上 夜宗有点哭笑不得 这要是再这么下去 夜宗怕是得要跟聂离拼命啊 夜宗不想拼尽全力 毕竟干掉太乙沙阵中的黑金级妖灵 对他来说都没什么好处 反而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但起了聂离越来越得寸进尺 让明雄暴揍了他一顿不说 还让明雄坐在了他的脸上 这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看住明雄那硕大的屁股 在自己的脸上搓来搓去 夜宗费都要欺诈了 我们的颖感写 也会比较大 非常的能够 我们的颖感写